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明明是来相亲 却千方百计讨好起眼前的老人和小孩 这老人和孩子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慢点 慢点 猪都吃光了 女嘉宾神秘的举动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凡人游喜国庆特别节目《爱在今秋之》 变身美女的另类相亲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游喜 我们等你 爱情考生曲 我也不放弃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凡人游喜 一南在这里给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 魏一声好 祝大家国庆快乐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凡人游喜的国庆特别节目 本来目是由中国珠宝特月播出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位于我们岐江恒山的凤凰谷景区 接下来呢我们会在这里展开五天的爱情之旅 那么这五天呢我们有分别五个主题 今天我们要开展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和爱心有关的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国庆特别节目的第一期女嘉宾呢 就是一个全身上下都非常具有爱心的人 她说她最喜欢的是小动物 而且她考验男生的方式呢 就是看看对方有没有爱心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出 今天的这一位女嘉宾 露露 哈喽 本期交由女嘉宾杨四路二十二岁大学毕业 哈喽 来给大家打一声交呼 大家好 我叫杨子露 可以叫我露露 哇 你在咱们这个凤凰谷景区 在这些花谷里面站着 我觉得你好美啊 就像那种林家的小女孩 永远的高中女生那种感觉 那你考验男生 除了爱心之外 还有哪些方面比较看重 除了爱心之外的话 就是像我小的时候 是我外婆带大的 所以就比较偏依赖一些老人 或者是喜欢小朋友 家里小朋友也多 所以就是还是要考验男嘉宾 然后对老人小孩有没有那个 耐心 对 有没有耐心 有爱心自然就会有耐心 今天呢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有两位男嘉宾 年纪和你相仿 相貌呢 你们对比起来说实话 郎才女貌四个字 但是如何去考验他们呢 两位男嘉宾 将要去完成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会去到我们凤凰谷旁边 一家非常贫困的留守儿童家庭 深入其中去照顾老人和小朋友 当然我们的女嘉宾露露 她将化身成为我们 这位留守儿童的表姐 哇 这个神奇的化妆术 我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么诚实的你 换成一个非常普直的女孩 为了浅艳男嘉宾的爱心和耐心 我们决定让女嘉宾化身成为村姑卧底 近距离地观察男嘉宾的一举一动 谁表现得更好 女嘉宾就将与她一起约会 因为带有这个任务 我们的女嘉宾便不能以真面目 见我们的男嘉宾 可这样做对男嘉宾是不是也太不公平了呢 你说来都来了吧 不然咱们两位男嘉宾先听听你的声音 看看你的样子好像不太合理啊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到湖面 让男嘉宾远眺一下我们女嘉宾 具有魅力的身影和声音 来 女嘉宾就要隆重登场了 可男嘉宾却只能在远处眺望她 而这能够激起男嘉宾们心中的喜爱之情 好的 这两位呢 就是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的 两位男嘉宾 先来给大家问一下好 哈喽 大家好 1号我叫廖望层 1号交友男嘉宾 廖子诚 23岁 电脑设计 你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方刚 2号交友男嘉宾 方刚 24岁 导游 哇 两位都是帅哥啊 不错呀 我可以说今天你们真的跟女嘉宾的这个样貌 如果说两位来PK的话 几乎相当 女嘉宾长得真的超像刘亦菲的 来 现在 你看 刚刚换出了一个很惊讶的眼神 我们保密工作一直做得很好 虽然说我们近在咫尺 但是就是一直迟迟不让他们看到女嘉宾的真面目 她在那边 你们可以看一下 哇 是不是觉得我们很快 这看过去最大的就是风车 是 什么也看不到 风车下面有个人 穿白裙子的那位 看到了吗 看到了 身材有没有很好 我就说嘛 我说身材很棒 就是瘦就是棒是吧 挺像仙女的吧 哇 接下来呢 再给你们两个一个福利 就听听她的声音 在听她的声音的时候 你们是看不到她样子的 她会用这种方式告诉你们 接下来你们要去完成的任务 好的 现在女嘉宾正在这个美丽的花丛中 接下来呢 你们会通过耳机听到她的声音 为了让帅哥们对女嘉宾有一个立体的了解 我们决定再让她们听听女嘉宾的声音 那么她们能被耳机里的声音所折服吗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 天上的声音 哈喽 两位男嘉宾你们好 我是今天的女嘉宾露露 我们虽然很期待和你们见面 但是呢 在咱们见面之前呢 希望先交给你们一项任务 希望你们可以好好地完成这项任务 今天的任务呢 是会有人带你们到凤凰谷的 一个小山村旁边去照顾一家贫困家庭的 留守儿童一天的时间 以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美好的约会 希望能和你们在今天晚上的约会 相见 我觉得声音挺甜的 然后蛮好听的 声音喜欢有挺甜的 唱歌应该也蛮好听的 你呢 挺有磁性的 是觉得那种有内涵的声音 看来女嘉宾已经成功地将两位帅哥吸引住 现在他们二人就去准备完成美女交代的任务了 而与此同时 咱们的女嘉宾也开始在小红娘的帮助下 进行脱胎换骨的变身 对我没见过 看我七十二边 金甸 哇 应该背上在背小孩 小孩 因为肚子都别苦 你要也要做家务 给我拿个那个什么 那个 还是有那种一点感觉 可能太阳没晒 你要白一点点 待会晒一下就黑了 你有信心 呼吸男嘉宾吗 有 变身成功后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今天的男主角出场了 这个男孩名叫赵轩 正是今天男嘉宾们 需要照顾的那名留守儿童呢 你几岁了 三岁 三岁 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 叫脚轩 这是今天你的姐姐 喜欢她吗 漂亮吗 说话嘛 漂亮吗 好害羞啊你 你害羞吗 好 今天她会照顾你 另外还有两个哥哥照顾你 好不好 好 来 你们给米饭一下鸡虾掌 一 二 三 一切准备就绪 我们女嘉宾便先于男嘉宾赶往了赵轩的家 赵轩家住在离公路基地外的山澳里 由于家里贫困 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赚钱补贴家用 家里就只剩下她和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 共同生活 很快两位男嘉宾也终于到达今天的考场赵轩家 一场艰难的考验马上就要开始了 老牛是我同伴 好了 我们已经到了 半天陪多夕阳 来 老牛哥 老牛哥 老牛哥好 老牛哥好 弟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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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嗨嗨 挥挥手 我先给你们讲一下哈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这个留守家儿童的家庭 那平时都是婆婆在照顾孩子 大家也看到 婆婆的听力现在不太好了 只是可能我们说话要尽量大声一点 平时小孩的饮食都是婆婆在照顾 所以你看 其实他们农村还是挺辛苦 要做很多的事情 婆婆 我这样说话你听得见吗 听得见哈 好 好 今天我给你带了两个小伙子来 你觉得漂亮漂亮 这两个 好 好 他们俩今天就帮你照顾一下孩子 好吧 也帮你干一下活儿 好 有没有问题 喜欢这两个哥哥吗 还嫌 你喜欢 我给人家摸摸手啊 拉拉哥哥的手好不好 一样好小大人 两个哥哥 宝贝 选一个跟你玩 选谁 没办法 孩子太老实了 这样吧 你们俩 各自 分配一下任务 该帮忙干活儿就干活儿 该帮奶奶去做点什么家务就做家务 就凭各家本事了 我觉得凡人有喜 做这一次节目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有意义 好 大家各个单位都忙起来 好不好 好 照顾小孩 因为我觉得照顾小孩真的特别特别麻烦 因为小孩 你说让他吃饭他也不吃 他非要玩 然后睡觉也不睡 他反正就要玩 什么都有 以后就他来 所以我就觉得不喜欢去哄小孩这些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难度吧 平时我在家里也很少 也没干过这种活儿 然后第一次还是有点难度 我心里还是有一点胆怯吧 你怕做不好吗 嗯 没错 我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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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把 来 弟弟就走 我们去吃南瓜 我们去吧 我去吧 我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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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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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跟他一样 当时我那小孩子也挺顽皮的挺调皮 我也打心眼里说出来 也不是很愿意照顾他 但是后来我看到旁边的老奶呆 然后我觉得也心里也有点酸酸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主要一个大乱人 我觉得連一个小孩都征服不了 这也太差了吧 所以说我相信决心 还是要照顾孩子 自己呗就是 今天跟他一起合 我前往前 数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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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针了满针了 那数包数 哇 来吧 抱歉 哎 我不能吃 哇 来 弟弟拿个打 嗯 哪个呀 哪个呀 那我们去卡腾站 走 来 哎 你跟过后一起卡要不要再 来 哎呀 这个乖不乖 来送给你 爬上哪去哦 小了啊 哈哈哈哈 慢点慢点 慢点 婆婆我现在说话你听得到吗 嗯 我现在说话你听不听得到 我听不懂 我懂 我懂 啊 你平时的主持人还是实 比如说有没有拿出走一孩啊 短脸也好啊 对 你跟我这说 啊 这一条啊 啊 哦 哈哈 他一 对 我看了 啊 然后我现在干嘛 哦 呜 continues 这个理讯来是什么 我就是在那一块 我只是用这个 这一块 然后 好吧 看他们那样的 央弯大部 央弯大部 我带你去刷子 我带你去刷子 那这个别的干啥 准备去摘台上 再去摘台 学学呢 她去摘南瓜去了 还好 对于这突然闯入的陌生表姐 一号男嘉宾并没有起怀疑 之后我们又安排 一号男嘉宾和贾表姐 一起去附近割猪草 这可是一号男嘉宾的 第一个任务 她能够顺利完成吗 有没有那个打猪草的刀 一般打猪草是哪个刀啊 一般刀猪草是哪个刀啊 刀的锅 要得 这也很快 这个都可以啥 这些都可以了 那些都可以了 我把锅都吃了 相似的 我把锅都吃了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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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锅都吃了 我把锅都吃了 没煮过那些 第一会儿 我觉得都要烧的 谢谢 随便拿到点都可以过 随便拿到点都可以 那些煮都要烧 就在两人正干的热火朝天的时候 咱们的二号男嘉宾 带着赵轩也赶了过来 他见到这位突然出现的表姐后 又会有什么反应呢 轩轩 来 我觉得印象都还不错 然后本来就是我还是一个那种 就是更喜欢看两个男生 然后谁的内在美 更那个就是更明显一点 然后更善良 然后更有爱心一些 火毛好疼啊 这怎么了 这怎么了 蚊子咬的 才来赵轩家仅仅一个小时 咱们的两位帅哥 就一个腿不受伤 一个疲惫不堪了 来差好多 你要装满嘛 哎呀 隔着这么多 你慢点慢点 慢点 我再 然后贬 然後贬 嗯 把木头做去了 要不少菜 菜一家 不要 判斤出来 平时在木头不能做 论一下她 还不带木头 不够吧 妈妈做 老公 可以做 把人切 把人切一下 把人切的 猪是不能吃没切过的 他肯定理人就能跟刚刚吃下去 一般切十点菜 可是他都不是 他不都是一口吃吗 那一只菜菜是一把鸡的吃 那一只菜他 咱们平日也没切 快点 哪里还有 还有谁没切 因为第一次做 但是那个女孩就感觉 对咱们要求还挺严格的 好像觉得我们这做的不好 那也做不好 反正当时我还觉得 有那么一点不爽 咋话那么多 我做就是做 婆婆 你说这个 能拿去喂猪了吗 有的 可以 婆婆 我先去喂猪 在这里边 这些猪会不会翻出来 慢点 我看到了 看到猪了 咪咪是手抓的 这边是我们的 哦 这样子 我还愿意一下去 诶 她 下边那是啥 你给我接着 有点 有点 你过来吃好不好 我先给她吃一点 对 她不吃 诶 吃了 她再问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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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离不开她 还离不开她 你看 你看 咱们一走 她就开始吃了 开始吃了 对 人一走她就开始吃了 可以了 这很猪 二师兄 谢谢你的成全 咱们一号男嘉宾 喂猪的任务 总算成功完成了 猪都吃光了 他猪都吃光了 他猪都打过来 他都吃了 有啊 哎呦 我不想饱你 好嘴 不嘴了 有那个扫宝妹 这个怎么扫 这个怎么扫 啊 哎呦 我不想饱 想饱你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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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看到她的时候 好像就是发现 她对小孩子不怎么喜欢 然后可能觉得 当时啊 就觉得她可能 会不会是一个 呃 没有耐心的那种人 哎 比较就是比较就是在乎 呃 比较在乎自己 然后不太喜欢 跟小孩子玩的那种 相比孩子而言 我更愿意跟比如说 大人和长辈啊 还有这种老人一块相处嘛 因为 会觉得相处起来 比较融洽 然后从他们身上呢 我还能听到不少故事 然后学到很多东西嘛 眼见一号男嘉宾 在调皮的孩子面前 摆下阵来 咱们二号男嘉宾 可坐不住了 那么他的表现 会不会让一旁的考官 满意呢 超级的 如果其他人还玩呢 哪一个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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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快把他拿去 好累秦啊 因为我家亲戚里面有小孩子 我经常带他出去玩 我也喜欢跟小孩子在一起 他们那种天真的性格 纯真的心态 我觉得人也应该一直 拥有那种心态 来 给接住好不好 好玩 先找好 先找好 你不找好 我不宝 你 你走上面 好你走上来 走上来 你走上来 给我 好 itä二太 抓好 抓好 坐好 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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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此刻 这院坝中的三个人 构成了一幅 多么和谐欢快的画面 然而咱们的一号男嘉宾 此时又在干什么呢 中国珠宝 传承千年 汇聚经典 欢迎游戏 我们等你 二号男嘉宾对孩子的忍耐和执着 深深地打动了女嘉宾 那么她心里的天平 是不是已经在向她倾斜了呢 婆婆 这些衣服都是你要洗的吗 我把你老师洗了对不对 那我先过去了 也感谢你们了 没事没事 挺快呀 洗衣服 以前没洗过的 别人没做过 一百洗过的 好闻着我 好闻着我 就当时嘛 咱们不是有很多事嘛 比如说洗衣服啊 还有看什么猪草 这些各种活嘛 然后因为第一次做嘛 但是这个女孩就感觉 对咱们要求还挺严格的 后来呢 觉得现在挺有道理 反正做嘛 当然做好最好呗 这样才能有意义嘛 有价值吧 干嘛呢还是洗过衣服呢 洗过来 洗衣机洗了 你平时代的衣服 够不够够 慢慢来先 洗过去 还有阿姆还是要过来 阿姆啊 也阿姆啊 我妈觉得我阿姆很舒服 嗯 你是不是很少跟我儿子 你不接触 嗯 还好吧 我 喜不喜欢玩吧 喜欢啊 就平时跟我儿子相处 我不喜欢跟他有点爽嘛 觉得玩儿子有点烦 烂得着 嗯 然后不喜欢混乱 就是玩儿子的钱分 然后跟老人老长辈 就相处也比较好嘛 嗯 后来就是我发现 他对那个老人 然后照顾得特别的周到 特别的自信 然后现在 因为如果是小孩子和老人 人在这两个方面 照顾的情况下 因为老人的话 可能会更需要 多一点耐心一些 因为有的人 可能觉得人老了呀 然后比较 比较邋遢呀 然后什么的 就可以不太愿意去照顾 但是我发现他很细心 所以对他有了一些改观 所以对他有了一些改观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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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得煮饭了嘛 还有煮好 吃弄饭 吃弄饭 那我一块儿吧 一块儿 你干啥 哎呀 那是我们今天的劳动成功 打黄瓜 那我们分工分一下嘛 等会儿我就去负责切菜了行吗 一等会儿就负责 稍后炒菜了行吗 那咱赶紧去吧 好 走 拿个盆子后洗菜 也洗菜了 对 哦 洗的外面洗哦 哎呀 哦 哇哦 不错呀 哎那个我来弄吧 我来弄 你你在旁边给我看一下 这个怎么弄 你回吗 你教我弄一下就行了 来 来那边 来我来我过来 往里边扎是吧 现在暂时先不扎你们 你手不要拿下去 哦 对对对 哇 哇 强不强 强啊 呃 这好辣眼睛啊 这个 手踩都剩的 如果你身后发生重大变破 你自己好精彩都要能够照不照 这个 当然是先活下来最重要吧 像这些 累啊 这些肯定 那种情况下 就得特殊情况特殊考虑了 如果有一天你喜欢的女儿呢 你们是骨头 他们骨头是在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或者你去他们家找办 在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 嗯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 像我爷爷他们 还不是这样过来的 觉得也没什么区别 顶多就是 通过自己改变了一些 改变了生活 他 也能改变自己的生活 哎哎哎你别来我来吧 太烫了太烫了 来还吃吧 好 好 好 我菜准备好了 我们伙食好没有 好了 那你这个结果去做吧 行 真这样做 不是吧 你整个看小生猪来一下 你不可以生操 整个 老公还有带子 人有尸体 啥子 来 你是来跨离过的吗 你是不是今天都很不坏 还好嘛 一个月注意到一会儿 哦 你也不可以 不做饭 我下面 嗯 我看你这样子在农村 应该是美女吧 不是 你前去啊 我们来的美女 我跟你说还躲得很 你还没看到 我感觉你好多乖一点 哎兄弟你觉得 嗯 好看好看 好看 你看着人家说啊 我都当你们是怀我了吗 饭好了 哇塞 你们都吵得轻一声的轻啊 哇 妈妈的九哥哥 好喝口的鞋 牙子为的以前好点 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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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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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让爱甜甜住你家 让爱甜甜住我家 没有哭泣 不会去怕 因为有爱 住我们的家 让爱甜甜住你家 好 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投票了 哈 你们就说你们最喜欢谁 好吧 彭博先生 你喜欢谁 奶奶先说吧 彭博先生 嗯 你要整个喜欢他吗 哈哈哈哈 你呢喜欢谁 两个哥哥喜欢谁 喜欢 啊 喜欢哪一个只能选一个 你选谁 叔叔 哇 叔叔他呀 嗯 对 那票数不是就平均了吗 好这样 先商量一下 你们先慢慢吃好不好 嗯 婆婆和孩子的选择 让两位男嘉宾 又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而在一旁偷偷观察了 一整天的女嘉宾 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那今天呢 两位的表现真的都非常的好 女嘉宾呢 其实她也在用她的方式去看到 但是最后呢 出现了一个投票当中的误差 那女嘉宾到底先见谁呢 既然两位表现都那么好 女嘉宾的决定是 两位都要见 而且她要做出她的决定 那么接下来 请把目光投向竹林 接下来 我们美丽 优雅 凌家 清纯 具有爱心的她 即将出现在大家面前 掌声欢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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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认得出吗 想起来 会不会觉得她差距很大 感觉怎么样 过去这个香鲜衣服的她 就感觉姑娘漂亮吗 真的很意外 因为她 当时没把他俩联想到一块 然后就后来她又换了衣服 然后又打扮了一下 觉得眼晴一亮的感觉 当时最开始在节目里边说 比如说什么女孩要做性的 当时就说得比较善良 然后就是要扶持那种 然后这种过程当中人也挺好 然后对小孩还是老人 然后什么好像都会做 感觉挺好的 然后就会被她这种善良的心 对有的时候吸引人可能更多的是 这些方便方便便的细节 一些东西 不光是一张好看的脸 你咧那么看重内在的人 现在她突然 这么闪亮的出现在我面前 我这心脏好像都有点 有点闯不过气来了 还穿妇气装吗 没错 当我得知她是女嘉宾之后 我就心里还有一点小激动 因为之前照过孩子的时候 跟她有一点交集 然后也有个短暂的沟通 我感觉她心里这些素质这些 恋涵都是挺不错的 然后也更加喜欢她这种吧 接下来我要问你们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两位想不想和她约会 想 你呢 想 好 今天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最后的 余嘉宾的这样一个选择 那么我们善良 温柔有爱心的路路 最后会选择谁呢 那么接下来大家也放松一下 拿出您的手机 点击微信发现当中的摇摇 进入到互动电视 等待识别 123让我们摇起来 好的都市频道 都市有理 都是你的 会选择谁呢 你爱我还是她 我选 穿蓝色衣服那位吧 呀 为什么是她 因为那个首先第一个可能 外貌是我喜欢的类型吧 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刚刚在那边的时候 我也在观察 就是 白衣服这位男嘉宾呢 都小孩子啊 然后也非常的那个 有耐心啊 但是很多人就是愿意 花时间去陪小孩 但是有很少的人愿意 花时间去陪伴老人 因为陪伴老人的话 做一些很枯燥的事情 是很多 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坚持不下来的 所以我觉得她是更有耐心的 在我们这期节目当中呢 体现了我们非常有爱心的一面 三位嘉宾呢 在这样一个体验活动当中 在留守儿童家庭当中 用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给予老人和孩子关爱 这真的是凡人有喜 非常有意义的一次爱的旅行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主题是爱心 接下来的一期节目呢 又将是另外一个主题 先在这里卖一个关子 本栏目是由中国珠宝特约播出 明天同一时间 凡人有喜国庆特别节目 我们在岐江 衡山 凤凰谷 等着和你相约 爱情好 中许 为爱不放弃 大家好 欢迎收看凡人有喜的 中文婚秀 我是小红娘 林欢 欢迎各位搜索屏幕上的 凡人有喜小红娘的微信号 加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上面 我们会在上面定期 又发布优质的会员资料 以及我们凡人有喜 线下相亲活动的公告 当然 如果你迎来我们的镜头前 诉说你个人的情感诉求 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 跟您取得联系 并且免费被您拍摄明星嘉宾风采 在节目播出之后 我们也会在微信平台上 面向一万名单身会员进行推广 从而增加你的交友成功几率 好的 先来领略一下 本期明星嘉宾秀的风采 大家好 我叫许涛 今年29岁 身高一米七十 来自重庆福岭 目前在江津 从事机械方面的工作 我的月收入大概有五千左右 目前是未婚 我的性格属于比较温和那种 脾气也很好 平时跟熟悉的人在一起 还是比较放得开 比较能说 如果是陌生人的话 就相对内向一点 平时工作有点忙 下班之后一个人回到房间 总觉得缺少些什么 所以常常会出去走一走散散步 这样工作上的辛苦跟劳累 也能得到一定的缓解 心情也会好一些 我最大的兴趣爱好是听音乐唱歌 当然有时间也会跟朋友一起出去 看看最清楚的电影 或者打打台球 另外呢 有时间我也会带着儿子出去 爬爬山 或者去公园里面吊吊雨 说到情感经历来 其实并不多 只是曾经很用心 也很认真地喜欢过一个人 我跟他相识大概有一年多 接近两年的时间 在这期间 我对他一直都特别的好 也做了很多 让他开心 令他感动的事情 尽管如此 还是没有能够真正打动他的心 我的最后要求是 希望我的另一半身高 在一米五五到一米六五之间 年龄22到28岁之间 性格方面呢 没有特别的要求 只要两个人谈得来就行 当然我也希望他真诚 善良 孝顺 也希望对方是长头发 身材匀成一点 因为我自己比较熟嘛 如果对方太旁了的话 可能跟我站在一起 会觉得我没有安全感 开个玩笑 纯属个人喜好 当然我也比较注重 两个人之间的交流 因为有什么事情说出来 大家一起商量 共同相反法 这样不但能优效地解决问题 也能增进彼此之间的 信任跟感情 可能有什么事 更是理解决的 另外有什么事 隐身的工作 政治上身的工作 不怜着 我叫傅明明 年龄27岁 家族南京东若 在现在装修公司 从事装修工作月收入在五千左右 现在有国人的住房 我国人的性格比较闷 比较老实 不爱说话 如果说我遇到国人心爱的女儿 希望她能够发现我的三种点 同时我也希望我也能够国人 尽量地改变过克服国人的缺点 我的这个要求是想找一个年年 23岁到30岁之间的女性 性格要温柔 大方 善良 自己的经济独立 我的工作平常比较脏 比较累 也比较繁忙 都希望女嘉宾不要嫌弃我这份工作 电视线里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叫王家军 今年32岁 来自重新店家 身高一米一六 目前在街上北重市服务行业 我的性格比较内向 基本上每上班的话都是待在家里面 上上网啊 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打乒乓球和钓鱼 我以前有过两段感情经历 第一段感情是在我23岁的时候 通过网络认识了 我们重新奔进的一个园子 我们在网络上聊得非常的投缘 在现实中我们确立了恋爱关系 这段感情维持了将近一年 后来在某一天吧 他把我骗到了一个传销组织里面去 我从里面出来了过后 必然决绝地选择了分手 我的第二段感情呢 是14年的时候在温州大公 认识了一位伏辈的月子 认识他的时候才21岁 当时我都已经29岁了 就是说我想早点结婚 而他感觉结婚 对他来说的话 因为他比较年轻 我们在交互的过程中 曾经他怀过一个孩子 我非常想要这个孩子 想和他结婚 但是他偷偷地背着我 去把这个孩子打掉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导致分手的最终原因 我想通过节目桌 找到我幸运的另一半 我希望李嘉宾年龄在25岁到30岁之间 身高一米六左右 有个婚事无所谓 只要没得小孩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希望李嘉宾性格不要太强势 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 我希望李嘉宾性格好一点 我都喜欢那种豐富的生活 吵吵吵吵的 我喜欢平平静静的过一生 那不知道今天林华为您推荐的 几位明星嘉宾是否有您新爷那个他呢 如果有的话 赶紧跟我们取得联系咯 我们会为您竭尽全力地牵线搭桥 那当然了我们也希望 有更多的单身的女朋友 能够加入到我们官方微信当中来 另外我们会在微信平台上 定期地发布优质的会员资料 以及凡人有喜线下相亲活动的公告 而节目最后呢 还是那句话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凡人有喜 我们等您 中国珠宝 传承千年 汇聚经典 欢迎有喜 我们等你 她们一个高大帅气 一个柔情妩媚 为何相亲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要求 能不能就是让她先不知道我是男嘉宾 隐瞒身份的她究竟所为何事 我是凡人有喜的工作人 对女生一见钟情的她 又为何提出这样的要求 非常好 非常满 我感觉就是我喜欢的类型 能不能就是麻烦你帮我拖一下女嘉宾 又是什么样的浪漫惊喜让她如此激动 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 夜幕降临 她又为何丢下她一人独自离开 最终面对她的深情告白 她又会如何抉择 我想做像我在你身边一样 凡人有喜国庆特别节目之 给你所有的浪漫 下期为您惊喜上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栏目由宗华厨卫赞助播出 欢迎迎订阅 我们等你 让爱天天祝你家 让爱天天祝我家 没有哭泣 不会去怕 因为有爱 祝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祝你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